Babby Kitchen 带着孩子进入天然的森林乐园 很多妈妈觉得自己结婚之后 可能要抛弃过去的生活 不能喝咖啡不能看电影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 也不必要这样子 我们可以继续享受我们原本的生活 那所以我希望有一个提供这样一个场地 然后让妈妈可以带小朋友 然后跟朋友约来这边聚会聚餐等等 店内的宽敞空间 让小朋友们可以自由的嬉戏 为了安全 所有的桌角都磨平磨盾 即使不小心撞到了 也不会危险 在餐点设计上 除了一般的咖啡点心 和适合怀孕妇女喝的 D咖啡因系列咖啡 D咖啡因这个是 那个巴西达特拉的Opus 那这个豆子非常特别 一般的D咖啡因处理 可能是用 就是用化学原料去洗它 让它的咖啡因去掉 那这个是用天然的方式去栽植的 所以完全没有一些化学物质去污染它 还有专为小朋友设计的粥品 那里面的部分呢 其实因为是小朋友吃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东西都比较天然 然后无污染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米呢 使用是花莲的有机米 对 然后里面的海鲜的部分呢 因为有些妈妈会担心说 海鲜可能一些汞污染啊 一些不好的成分在 那我们使用都是 譬如说无毒虾 或是有检测过的那个乌拉鱼啊 然后还有一些花椰菜 青菜的部分 那整个搭配组合其实我们有去参考一些 就比如说营养师所提供的一些建议 对 所以还做出一个这样一个 就是每种不同概念的招品 芭蕾咖啡 包包厨房 才开幕没多久 已经吸引许多消费者的注意 成为台北城市中 另类的儿童乐园 谁说有了小孩 就没办法上咖啡馆 没地方和姐姐妹妹们 分享生活点滴呢 来一趟芭蕾咖啡 包包厨房 让妈咪们也能享受少女时代的悠闲生活 帮包包厨房